而当我们把弹簧取下的时候 发现缓冲胶已经氧化粉碎了 我是BBC仔 大家说一看 234已经被我拆成了这样 这样 这样 底盘连感正在喷沙翻新 趁这个时间 我也拆下了原车的Costco避震 由于年久失修 我们需要拆减 这四根Costco的中古款脚牙避震 那么该如何判断脚牙是不是好的呢 兄弟们 收藏一下 以后都用得到 先找来弹簧固定价 因为避震装车时 弹簧都是有预压的 弹簧处于压缩状态时 突然释放工作人员很容易受伤 所以在拆解之前 一定要有专用工具固定 专项作业请勿模仿 质量过关的避震系统 弹簧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而当我们把弹簧取下的时候 发现缓冲胶已经氧化粉碎了 天女散发 关键需要检查的是 避震筒心的回弹情况 把它往下压 看到回不回 哦 回 还是回的 再回再回 说明这个阻尼杆还是有效果的 还能正常工作 我 回 好像看似回弹很正常 希望这不是假象 你说要不要给他买一套全新的避震 让他感受一下现代的场地 哦 买是吧 那你愣着干嘛呀 关注呢 点赞呢 赶紧的 为了不耽误我们整体修复的进度 我们继续清洗保养这套COSTO避震 如果未来真的换了 那这套就送给粉丝吧 前后两天的底盘连感翻新过程中 我们更换了老化的胶套 也看到了很多变化 兄弟们 我们把这个阳脚 整体做了一丝喷纱翻新 然后这些胶套呢 全部更换了原厂的 所以下一步 就要给他做一个防锈处理 看这个后插运转 没有任何间隙 非常nice 那我们的后插部分 我们也整体打伞 检修了一遍 没有任何漏油的情况 这个是非常惊喜的 但是唯一有个问题 就是这些线束的胶套 已经老化了 那这些线束 我们要做一些包裹的处理 这个后头再弄 没关系 兄弟们看我身后 这是这台R34 整台车的底盘件 现在已经全部 喷纱加防锈转了 下一期我们将把这台R34 像烤全羊一样 给它穿起来 翻转起来 整个底盘除锈 打磨 再加电焊 这样能增强 它车身的刚性 持续关注一下兄弟们